内地公布了7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按年上涨了3.3% 但是如果看到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话 从6月份的上涨6.4% 下降到4.8% 所以成本有一个下跌的情况出现 如果成本不会再转价去消费者 或者是看到成本有下降的话 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有可能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下跌 增幅如果那个放黄的话 我相信内地增幅不会在今年度有加息的可能 所以收紧银根的那个可能性可以暂时排除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今天A股那个走势 没有像昨天那样就是出现一个很大的波动性情况 我相信因为一马已经消除了 所以A股应该今天会走势比较平稳 让它进行了 我们下降到4代的后面 再次浏联络 再次上涨3.5% 6月3.6%